开始了 开始了 新家终于装修完了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新家 新家这个门锁 智能门锁 这个指纹的可以比较小一点 不用带钥匙 然后还能实时看外边的情况 它是可以连WiFi的 还能跟外边对讲说话 这个挺方便的 然后进门呢 这个是一个鞋柜 能放不少鞋 底下也是鞋柜 然后这一块是一个灯袋 上面有一个摄像头 没事能看家里 这边就是沿着鞋柜的这边 然后这边有一个 搞了一个零食 放零食的都是 然后这里头有一个细节 这里头放了一个NAS 它这个省得炒豆了 不那么炒了就 都放的吃的 什么的 然后往这边走 这边是一个小卧室 这是一个榻榻米电脑桌 然后这个是把以前的大机箱换成了小机箱 然后这个是一个摄像桌 然后这个是一个摄像桌 还可以 可以站着 站着桥点 这个是做了一个推拉门 也不怎么用 就是可能在这吃饭的时候 可能在这吃饭的时候 还挺好的 带煮泥的 就是它这个缓烂锅里 然后这个冰箱 冰箱也挺好的 冰箱它里头加上这个收纳了以后 还是挺浓壮的 这种池 方便 然后它那个下一个这个制冰 制冰就是倒完水以后 只能自己手往下扒了 可以喝可乐的时候加冰 对 对 然后再往前抖操 这是吃饭的时候可以打开来桌子 然后不吃饭的时候也可以靠边上坐 看一下握水 握水了一个床 这个床它带那个灯 特别方便 上面还也带那个灯 和这个插座 就是不用抢那个 在床上也可以 插充电 给手机充电 然后这个设计挺巧妙 它能就是不挡 你要放房头柜它就不怎么挡 对 然后最搞笑的是这个里头还有一个镜子 还不是在这边 就是这里 这里 有个镜子 拉出来可以照一下 所以还可以翻过来这个镜子 挺好的 不只是反正这个柜子就通到 从墙到墙 挺好的 还挺好的 然后客厅 这个也是不这么宽的一个柜子 这个柜子 还挺能装的 这个可以收纳 两边都是 两边都是 然后这个里头 放我的那个滑雪板 都可以特别有长有短的 这边是不知道放的都什么玩意儿 都不是我的 这得给特写啊 这是我的手办 对 然后这个沙发是两边带这个躺的 还挺好的 我这个绿植不配上镜吗 这个是 就是花 不知道吗 先是几天 然后看一下那个 飞行间吧 飞行间也准备一下 修一个滑桶 一个奇迹 一个花塔 这个滑桶 智能滑桶 还是挺舒服的 功能较多 这个滑桶 这个滑桶 还是挺舒服的 功能较多 只反光 它是支持上下洗 然后如果你东西不是很多 就下面洗就好 它上边还能省点水 它滑桶呢也可以开消炉 也可以当消炉柜能搁 然后这个看起来 这块呢 就比较丰富 这个是RO 这个纯净水可以止饮的 菲律普的 这个是那个软水机 就是加盐软化水的 然后这个是垃圾处理器 这后边这大瓶子是前置 就是自来水 先过这个机器 先过这个滑 滑完了后软水 软水完了 RO 然后 厨余就用这个垃圾处理器 就是全屋是软水 除了这个管子不是软水以外 其他都是软水 然后 对 还有一个这个 现在都 都手势来操作 就不太好使 可以炒菜的时候 捅不出手 现在基本上都是智能家电了 看这个 一招手 这块就亮了 切菜的时候可以 就是看得更轻 就行 垃圾处理器也还行 垃圾处理器就是 吃完的那个 反正大多数垃圾都可以往里擦 往里擦 往里 往里 绞碎 别的还有 没有擦 颤子了 衣服洗完了可以 可以 一个电动量一杆 隐藏柿子 可以平时收下来不那么碍事 会不会碰到它 不会 这么根 行了 这么根 行了 行 然后这边还做一个木布 木布可以 看那个 几米 几米的木布 摆寸效果 还可以 还没开 行 反正它就是挺大的 开它的B端就是跟柜子 想拿东西就不太方便了 好 好 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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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 谢谢观看